蛇妖体态恶弱 身材曼妙 是不可多得的人间有物 但众所周知 被蛇玩和玩蛇是两回事 每天梦里翻云覆雨的日子 让蛇共小道是痛定快乐的 就是每天清晨没有内裤可以换就很难打 故事呢是将蛇逼 话说 数天前弥天宫有妖族来打 可谁天此时师尊必关 战力最高的大师兄还下山去历练 这个时候 作为门派战力的垫脚石几天赐站了 并表示擒贼应当先擒王 面对他的表态 同门师兄弟都嗤之以鼻 这时男主头上传来一阵笑声 小道长你想杀我 那本座倒想看看你的本事 说话之人正是妖王柳无心 相传柳无心乃是大蛇妖王之子 此人阴险狡诈 无恶不作 更是犯下族归被妖族镇压了几百年 近些年因妖族与人族的争斗中节节拜托 才将他释放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他以雷霆手段横扫妖族 使得妖族一统 成为了新一任妖王 看着眼下这帮鱼肉 作为刀组的柳无心玩心大气 既然你们怕了 那我就给你们指条名路如何 我看着小道长自荣和身姿甚合等同的口 不如让他跟等王回去为我女主 兴许我能放了其他人一条生路 鸡天赐表示是可杀不可 鱼落咬破手指开始施法 今日我誓死捍卫宗门荣耀 面对鸡天赐的百顾飞剑 柳无心根本就不当回事 自身护法结界自动开启 嘴上更是无言会语 要将送上门的男主 带回去日月兴盛 这两个日花下重点 将来会跑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凭借着主角光环的加持 妖王的结界应声而送 两个人嘴与嘴的距离 更只有零点零一零一 伴随着一声巨响 漫天烟尘冲天而起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啥 可在烟尘散去后 只有鸡天赐躺在深藤中 哪里还有妖王的声音 妖物们一看那还了得了 大王就这么嘎了 于是一窝蜂的就散了 一众门人也是一脸的蒙皮 宗门废物 竟然一剑斩杀了妖王 甚至连尸体都没留下 其中一人可以肯定 必然有诈 决定将此事汇报上去 就在大家组织轻脚鱼虐的时候 积天赐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了 他自己也蒙了 本来抱着必死决心的他 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活下来了不说 还把妖王给秒了 哎呦喂 这是谁家的小蛇呀 好可怜 画面一转 倪天宗后山温泉 华身小白蛇的妖王很无语 想不到我堂堂妖王年月至此 并立誓定要将小道士抓回去 日日折磨才行 结果一台蛇头就看得自己狂喷鼻血 原来这妖蛇只是口海 也未经试试海 积天赐表示泡个温泉还流鼻血 以后你就是我的灵宠了 这种事儿会天天发生 你可得尽早适应 柳无星一听就炸了 可哪有他反驳的机会啊 男主抓着他就是一顿农 真的是书可忍 蛇不可忍 是我一记霸王神拳 理想是丰满的 但现实很不敢 没有妖力的柳无星自分心斗碎 更是疯狂的在积天赐手里摆动 可这在男主眼 只能证明蛇妖活活好人 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说完穿上衣服就要带蛇妖去救济 没有了法力的妖王只能认命 虽然小道士有一点可 但总比落在别人手里没了命 起码这家伙连路边的小蛇都救 应该是个证人君子 然而看到屋内的各种蛇头 他吓得舌头都吐出来 怎么到处都是蛇的挂花 就在这时男主的声音 在七耳畔响起 宝宝 给你取个名字可好 就叫十九怎么样 妖王一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一到十八去哪 你对他们都做了什么 时辰不早了 宝宝 咱们早点就请吧 也是从真日起 小道士每日午夜梦会 都是与蛇妖近身肉搏的限制剂 画面吸溜 作为病交级别的蛇孔 每天用小舌头帮林宠 清理污渍没毛病吧 特别是这种体态恶魔 身姿曼妙的蛇妖吸溜 故事呢是将婶逼 蛇妖看着呼呼大睡的变态蛇孔 心里就无味杂陈 这姿色上家的小道士 怎么就是个变态蛇孔呢 是谁把他仰歪成这样的 这一宿给我折腾的 说多了都是眼泪 这要是传出去 本王的脸渴望乃哥 想到此处蛇身已经跑路到了门口 结果身后传来了一声宝宝 吓得妖王一个机灵 都给整出应急反应了 只见蛇妖嗖的一声 就钻进了旁边的衣柜 怎么感觉这里凉嗖嗖的 结果一回头整个蛇都傻了 这里竟然供奉着18个灵位 赫然是病交蛇控之前的18条灵宠 柳无心彻底不淡定了 照这个进度条 距离我小十九上供桌的日子也不远了呀 想到此处 柳无心对床上那个病交蛇控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七天次世吧 好你个证人君子 这就是当你灵宠的下场 这灵宠爱谁当谁当老子不干吗 若留在你身边 我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怎么浑身上下到处脏兮兮的 柳无心心里苦啊 可恶 我都伪装成这样了 还能被他发现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 病交蛇控已经开始动作了 宝宝那就让我帮你舔干净的吸溜 这一肯就到了53克 柳无心又有了新的逃跑方向 陆路不通老子就走水路 伴随着扑通一声 柳无心不出意外的又发生意外 宝宝外面的水势太危险 想游泳的话 我家的浴盆子也很大 说着又是一顿啃军声 午后几天刺进入了修炼状态 蛇妖见此心道 他正在修炼 中途是不可能中断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就这样子蛇妖在弥天宗里来回穿梭 想要找条能跳出去的漏洞 毕竟此时弥天宗护山大阵已开 就在这时一个人悄然向他接近 谁在哪 来人应声甘息跪地 终于找到你了 妖王大人 柳无心铭嘴一笑 我还以为你跟弥天宗那些蠢祸一样 以为本王死了呢 小的不敢 妖王大人功力盖世 世纪无双 乃是我妖族历代妖王之巧处 怎会如此轻易允身这小小蜜天宗 还别说 这套彩虹屁很是受用 不枉本王将你安插在蜜天宗多年 接着黑衣人献上一物并说道 妖王大人 您如今行动不变 这是属下特意炼制的蜜药 浮以灵泉之水 可保每日恢复人心两个时辰 同时还可以一直邀起 不用担心被人识破妖族身份 接着画面一转 原本在水里翻腾的蛇身 片刻后就画成了 体态恶挪的长发美男细溜 果然不错 看来你在蜜天宗这些年也没有闲着 那为何 这么多年还没有找出施月轮的下落 多年前 我父亲带领妖族与人族开战 一时间服侍百万 血流千里 一战过后两族伤亡惨重 而蛇族的圣物施月轮 也在此战中被蜜天宗夺取 施月轮不仅是妖族圣物 更可提升妖力突破至高径组 本王是要将他巡回 带领妖族一血前耻 属下从未敢忘记寻找我妖族圣物的人 只是 只是 蜜天宗对此规莫如深 属下多年来还未得线索 请妖王大人允许我将功折罪 罢了 如今我既已身在蜜天宗 是月轮 我亲自来找 你去联络足下四部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对了 那个害本王妖力尽尸的臭道士 到底是什么来路 积天赐的身世在蜜天宗并不是秘密 他来自鬼水镇 就是那个传说中人和扮妖杂剧的影视小镇 鬼水镇地处西南边陲 极险之地 颜妖混杂 不但入口隐秘 且从不与外界往外 所以世人对其所知甚少 话说十六年前 蜜天宗的张天师下山云游 机缘巧合之下误录鬼水镇 在那里他遇到了五岁的奇尔基天赐 看对方骨骼惊奇 便将无依无靠地他带回了蜜天宗 可出身鬼水镇的人 从小与妖物共生 自然会被世人猜忌和害怕 更何况是以除魔味道为己任的蜜天宗 弟子们对积天赐就更加排斥 所以这些年来 积天赐平日里全靠自己钻研修炼 道很好似并没什么证 另一边的积天赐也发生了状态 奇怪 为何体内会有其他的灵力波动 完蛋了压制不住了 要走火入魔了 这是他耳边传来了师尊的道理 等他再次争念时 师尊就坐在他的面前 天赐 你是天生仙才 可惜心思灵柔 一生胀气 须时刻压制 否则恐将走火入魔 你须谨静 无痴无撑 无欲无情 必可看当我秘天宗宗门圣子 弟子谨尊师尊教诲 心中也是侥幸 幸好今日师父回来了 乖徒啊 刚刚待在你旁边的小蛇 是你新收的灵处吗 只是他好像趁你修炼的时候跑了 弟子知错 我这就去寻他 快些去寻他吧 不让他吓到别人了 积天赐是边找边想 这次找到小十九 一定要好好惩罚对方才行 能让一个变态时空 自己都觉得自己变态 你们就应该知道要来火了 西流 故事呢是将神滴 伴随着一个滑铲 变态积天赐终于找到了小十九 宝宝 你知不知道我快担心死了 说这话 那小嘴也没写着 在蛇身上一顿狂青 小十九此刻已经免疫了这种行为 可见习惯是多么可怕的一种东西 蛇妖心讲话了 带老子恢复法力之时 就是积天赐付出代价之日 也算为前面那18个倒霉蛋出口热气 宝宝你在想些什么呢 这次你乱跑就不惩罚你 但你这活泼乱动的性格可不行 不如从现在开始 便来与我修炼打开灵石吧 有无心内心吐槽 你也配 就凭你一个低阶道士 还真把我当灵宠啊 看我不毁了你的道心 让你这个变态蛇控吃点苦头 修仙界小知识 想要成为灵宠 需要用主人的道行辅助修炼 简单的说就是神行和一神识相通 看着眼前这条曼妙的蛇妖 变态蛇控也是失神了很久 差点就从失神变成了失神 妖孽 休想坏我到心 随后的一巴掌更是用了全力 最终还是小十九扛下了所有 积天赐也开始自我怀疑 难道我就是个变态 要不然方才运功的时候 脑子里怎么会出现 酱子和酿子的画面 难道我对小蛇的喜爱 真的已经变态到这种地步了 积天赐表示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接下来的几天 每当他要助柳无心开启神识的时候 柳无心的下场都无影七彩 柳无心也从中得出了一个道路 这个变态蛇控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之前那十八个八成都是这么被摔死 我真的是拴头 受伤的明明是我 你还委屈上了 伴随着月轮的生气 蛇妖又要开始出来做妖了 由于变态蛇控的自我怀疑 最近见到小十九犹如蛇蟹避而不及 对了小十九就是蛇 就很合理 但这也给柳无心创造了查探式月轮的机会 只可惜啊 并没有什么线索 看来小妖并没有骗我 而且体内的妖力 也没有半分要恢复的迹象 一切还得从长进 等等这花花花的水声从何而来 这家伙最近昼夜不分的洗澡是不易的 想到这里还吹了个流氓上 虽然险些因此被激天词发现 但蛇妖表示 看到就是赚了 这很棒 而柳无心不知道 激天词之所以一天洗好几遍冷水走 都是因他所赐啊 我一定是走火入魔 不行 再这样修炼下去 不仅我自己倒心受损 对小十九也无意 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蛇妖能有什么坏心思 不过是咬了两个欺负男主的喘祸吧 故事呢是降手低 为了帮助灵宠开启灵制 激天词来到中门高级道场 寻求方法与营养 可他只是低阶弟子 被刁难也是在所难免 直播 这里是高阶修炼道场 低阶弟子不得进入 激天词应声拿出师尊给的准入令牌道 两年前因我 西妖有功 师尊曾特许我自由出入各阶道场 说爸在守卫的惊呼中走了进去 最高兴的莫过于妖王柳无心了 据说密天宗的高阶弟子 目前只有大弟子张继渊一人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极少有人踏足 说不定会有我想找的东西 就在这时一声立鹤从洞口出传来 慢着 刚刚收到大师兄的消息 大师兄有事要延迟回山 此间所有人等 不得有任何一动 一切等大师兄回山再说 激天词虽然是低阶弟子 但也是有脾气 我进高阶道场乃是师尊清育的 何来一动 此一时比一时 密天宗才发生了一场大战 自然是要小心为上 你早不进晚不进 偏偏趁着大师兄不在就要进去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无心被气得 从激天赤的袖口里钻了出来 这两个蠢货从哪冒出来呢 几次三番坏本王好事 臭道士也当真是个美丽废物 若换本王这俩人坟头草能够三尺高 就在这时其中一人伸手去拽 激天赤的袖 结果来了个手入蛇口 血剑三尺 另一个人剑撞伸手去抓男主的另一只手 激天赤你鬼鬼祟祟的 在手里藏什么东西 郑抓到了窜到这边来的流星 作为变态蛇控制还两个 一记无情铁拳直锤对方面 从前无论各位师兄弟怎么对我 我从不计较 那都是看在师尊的面子上的 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好好好你的积天赤 就是仗着有师尊撑腰是吧 你要真有本事 就当上宗门圣子啊 道士上哪自然没人敢来 说完转身扶着被打晕的小伙伴跑 宗门圣子 这倒是个好主意 画面一转本番第一个女性妹子登场 她叫梁云娇 梁云娇是宗门为数不多的高阶战 此刻她正带领众弟子修复法阵 冠任斩妖阵马上就要修复成功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此刻蹲在暗处观望的积天赤讲话 冠任斩妖阵已经护佑密天中上百年 没想到这次却被柳无心那恶妖所 可是不应该啊 就交手来看 那个柳无心明明不堪一击 她如何能破得了此阵呢 柳无心的尊严被按在地上摩擦 自然是要给主子点颜色看看地 拿起小木棍子在地上画圈圈 并表示薪酬旧仗我都一笔笔迹想 来日有你哭的时候 就在主婆二人相闹圣欢的时候 一个无情的宗门公告传遍宗门 弟子击天赤 应在宗门内殴打同仁 没收其高阶道场准入令 亮闪闪的公告 仿下了一人一舌的狗影 罢了罢了 我本无心争夺宗门圣子之位 但为了能畅通无阻地助你修炼 看来这圣子之位 我得睁上一睁了 说完他抓起身旁的柳无心 就是一根跪腿式服务 从头到尾一根溪溜 你乖乖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回 柳无心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 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据说正立天宗圣子乃是正道治表帅 地位超然 各能助姬天赤登上圣子之位 那正道宗门起步就全在我把控之中 嘿嘿 为了帮暖藏灵宠开启 姬天赤决定争夺圣子称号 竟然不顾众人反对 冲进了万刃斩妖阵 故事呢是将省逼 根据蛇妖的描述 密天宗圣子乃是正道治表帅 地位超然 想要得到这个位置 就要得到密天宗上下所有派系的认可 分别是以姬天赤的士尊 张天师为首的剑术派 以崇善为首的阵法派 还有以正父为首的殉民派 也就是说除了剑术派 姬天赤还需要得到其他两派的认可派系 这时众人修补阵法的工作已经完成 阵法大佬崇善才姗姗来迟 蛇妖表示她的阵法也不强 这种水准就能在密天宗当师父了 此阵关乎我宗门安危 乃我必生心血所化 那蛇妖回我阵法 就说明此阵有破绽之处 即便修复 也不是万无一师 这时底下捧臭脚的徒弟表示 反正那蛇妖已经死了 想必这世上也无人能再破此阵 师叔不必担忧 就在这时咱们男主熬唠就是一场 此言不妥 师尊曾告诫我们 不生傲慢之气 不存侥幸之心 又如何保证不会再有第二个流星 二师姐听此反驳道 此言确实不妥 但这是我们正法派的事 就不劳烦你个外人来指点了 就是 你算哪根大葱 出来装什么像呢 一群人对着男主就是一顿嘲讽 几天次转身对着重善行 重善师叔 弟子平日里也自行延续过一些阵法 我愿意一试 你且说来听听 两年前我曾击杀一头 吃人无数的双头虎妖 斩下了此妖的一条尾巴 那虎妖有百年修为 这条断尾时至今日依旧妖气生动 我可以借此妖物进入阵中 进行实战演练 找到阵法的破绽之处 此言一出阵法派的人又诈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阵法可不长眼 要把你当作妖物绞杀了 怎么办 到时候还不得讹上我们阵法派 重善也是苦口婆心地劝导他 此阵九死一生 万万不可以生犯血 再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掌门师兄交代不是 几天次沉默了两秒 就在众人以为他放弃的时候 他却一头扎进了法阵 生死由命 师叔不必挂怀 足留一阵吃瓜群众大眼瞪小眼 几天次他是疯了吧 伴随着破空之音 几天次成功进入了大阵 并在这里见到了祖师的宏伟雕像 世叶仙尊 是密天宗的开宗立派之人 对剑术 阵法 训灵无一不惊 只可惜在百年前的两国大战中 不幸先遇中 师尊在上 在下密天宗弟子几天次 今月弟子贸然闯阵 还望仙尊护佑 华洛脑袋就差点被开了跑 就离不 蛇妖突然变身 要将小道士吃干抹尽 就问 谁顶得住水蛇妖的诱人 西流 伴随着尔畔传来的风雨 几天次勉强躲过一次轰沙 然而必杀之阵的微能远超于此 但发现头顶的多重阵法时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伴随着一阵天摇地动 几天次应声倒地 可眼下越拖对几天次越无力 再说近来前牛皮都吹出去了 现在可不能倒下 随后积天次的脑细胞飞速运转 当时那个蛇妖是怎么做到轻易破解的呢 说曹操蛇妖就从他的衣领钻了出来 瞎折腾半天 晕死我了 该说不说这胸肌依旧坚挺 小十九 不是让你乖乖等我吗 你什么时候偷偷跟过来呢 这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有无心鄙视的竖起终止 就你这点本事还让本王等 只怕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积天次对着蛇妖的小屁体就是一顿暗服 不许用尾巴比那种下流的手势 有无心表示本王也不是好人 竟然拿本王的好心当驴肝肺 还敢打我 就在一人一舌打个火热的时候 阵法的杀招又来了 宝宝抓紧我 说完一个后跳带着蛇妖躲过了这次攻击 就在积天次考虑如何破阵的时候 一团白花花的肉体 毫无遮挡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睛 这是种了非事 有无心也是一阵恶然 糟糕 我怎么突然化醒了 片刻后二人就因为突然的病 双双坠落到了地上 等积天次看清眼前的状况 直接就幻化成了蜡笔小星 片刻后下的是连连后退 好家伙比我大 此时蛇妖也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 这要如何解释 无数种结果在大脑中飞速运转 脑细胞都干烧了 而一旁的积天次也差不多 分不清是真是假了 难道是阵法对我的考验 用色诱术来影响我的心声 好做到一击必杀 师叔啊师叔 你的阵法果然歹毒 所以现在应该准办 在线等挺急的 最终积天次决定眼不见为近 耳朵这一关顶不住 我的宝宝应该是阳光 活泼 调皮 单纯 如小白花的可爱小蛇 为什么会变成如此不知简点的男人 蛇妖见积天次在脱衣服 还一脸吃相地表示 现在就脱衣服办正事不好吧 结果积天次办的还真是正事 事发突然 你将就穿上吧 直接无视了蛇妖曼妙的蛇妖 这打击不可谓不大 第二波的阵法攻击应该要 此阵只是针对那些恶贯满名的大妖 对你应当不起作用 蛇妖听后也是一笑 从身后抱住了小道士 那怎么办 这阵法专杀妖精 我好怕呀 道长哥哥护我 说这话的同时双手也伸进了 小道士的内衣肆意摸索 对于满脑都是黄色废掉的蛇妖而言 生死都是小事 犀溜 面对万刃斩妖阵的轰杀 小十九被积天次报得紧紧的 虽然没有被阵法所伤 却依旧比血横流 甚至都变得不清醒了 嘴里一直嘟闹着好大 积天次看对方满脸是血 还以为受伤了 我倒是没受伤 不过臭道士 你顶到我了 听听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说完还不带积天次粉 就开始在积天次的身上来回摸索 你在身上藏了什么东西让我康康 等等 十九你不要乱摸呀 片刻后 小十九从小道士的身上拽出一条狐尾 这也让积天次好一阵两红心跳 还好只是狐尾 很明显积天次身上还藏有其他大宝 不好 第二波阵法来了 积天次立马起身施展捷径 将二人护在其中 之前我不是故意要冒犯的 只是靠近一点 我能更好地保护你 听这小道士便捡的话 蛇妖也是欣然一笑 道士虽然呆了点 但是心肠倒是不坏 用积天次的话来说 以往小十九的人形都是出现在尸海里的 这次的幻觉实在是太真实了 让他意识有些分不清了 蛇妖立马抓住了重点 幻觉 意思是本王经常出现在他的尸海里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玉器术只能暂时抵挡进攻 不过弹指间 就让阵法停滞崩溃了 时间回到柳无心入侵密天宗的时候 二师姐匆匆来报 不好了 同善师叔 妖族来犯 此刻已进入阵中 师尊和大师兄都不在 现在只有名能主持大局了 同善师叔微微一笑 慌什么 平日里怎么教你们的 遇到一点是变方寸大乱 实在有违道门风范 他妖族想要进入天宗 还得过了我的万人妖阵再说 结果话音刚落 柳无心的传音就到耳边 道门风范 本王倒要看看 毁了这阵法 你们还有什么风范可言 话音刚落大阵 就被流无心积个粉刺 作为阵守法阵的崇扇师叔 更是被反噬地喷出了大口鲜血 每天被蛇控制配的日子 让蛇妖也走向了一条 叫做变态的步骤 打折起谁上谁下还真不好说 可看到被虎诺而疯狂降致的虎妖后 我又觉得蛇妖还是没有胜算 西流 故事呢是将水逼 上回书说到崇扇师叔 被蛇妖刺到不醒不说 还被激天刺一顿嘲讽 就知道 道门风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的阵法怎么可能有破绽 师父 挺住啊 您还要主持大局 一回头蛇妖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 此刻激天刺正在维持护盾 岂不是 可以任我为所欲为吗 于是 柳无心色心大气 说做就做 十九 干什么 不要乱摸呀 让我摸摸你的道新文部 快别这样 你再这样欲气数就要打了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 祖师爷也是小脸一红 这后背门太会完了 是鸡 画面一转 鸡天刺已经不想活了 我刚刚居然被一条蛇给完了 而柳无心还沉浸在好大两个字上 无法自拔 让我们看一下鸡天刺一分钟以前的回忆 在十九上下七首的时候 鸡天刺及时将虎尾扔出去 转移了伤害 当观众老爷们是四岁小孩啊 十九 把手伸出来 我有宝贝要给你康康 下一秒迅速套紧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特制的副妖所 为了防止你再次扰乱我师父 只能先将你捆起来了 臭到事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快给我松开 鸡天刺没在搭理他 而是陷入了自我沉思 过程就不分析了 反正正眼就在 阻止雕像望向的方向就对 而柳无心在一顿折腾后 也直接变回了原形 宝宝 你变回来了 看来幻觉终于消失了 雨洛也不管柳无心愿不愿意 上去就是一顿梭哈 我就知道 刚刚那个猥琐的妖人 一定是正法给我的幻觉 我的好宝宝绝对不是那样牛 又变态还好色的小蛇 柳无心脱离了魔爪 在地上对着鸡天刺口吐分发 当然面对他的蛇言蛇语 鸡天刺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我方才把虎尾丢出去了 现在正法不会再攻击我们 我已知晓扩阵的方法 宝宝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结果下一秒 无数飞剑直奔其面门而来 蛇妖表示 走位走位 回首掏 十九 你离我远点 不要过来 废话 我过去送死了 当我傻呀 突然一股子不是从鸡天刺身体中涌现 不好 我体内的胀气又开始翻涌了 必须尽快压制 四至于此 他看向了远方的虎尾 阿喵 还不来帮忙 不要叫我阿喵 声音从虎尾中传出 雨落一个双头猛虎就出现了 伴随着两声哭笑 无数飞剑应声蹬碎 那双头虎没死 鸡道掌 想当初你与我一战时 那气焰何等嚣张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世事无常吗 不过方才多谢你了 阿喵 都说了不要叫我阿喵 别以为当初我输给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伴随着鸡天刺的摸死 双头虎妖的智商在疯狂下降 这让我不禁想起一部日漫 嗨嗨 扯远了 柳无心看的是一顿汗眼 这就是变态道士的真正实力吗 行吧 这是两年来你第一次照我 说吧 遇到什么麻烦 来不及跟你细说 总之 眼下我必须运功休整 需要你帮我抵挡骗 虎妖直接感动的鼻涕和眼泪都说了 这可是蜜天宗的万刃斩妖阵 怪不得鸡天刺对蛇妖想路飞飞 就这要拿捏鸡天刺还不是死死的 西流 鸡天刺做个人吧 这可是万刃斩妖阵 不应该是你保护我吗 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答案当然是不邪 五妖被急得原地转圈 鸡天刺你的混蛋 我他妈要被你害死了 柳无心在一旁看的也是心累 这破阵属实有点大病 放着我这堂堂妖王不管 偏去对付那呆子 虽然我迟早要将他碎尸万段 但他今天要是命绝于此 与我而言可还不是时候 看来还是得本王亲自出手 鱼落他撅着尾巴爬向了远方 另一边狐妖已经顶不住了 而鸡天刺依旧坚如磐石 嘴里念着冰心绝 心若冰青 天他不惊 一看小时候就没少看风云熊霸天下 这时他心底传来一道声音 蝶映成了 不要再压抑自己尽情的释放吧 我可以帮你 是谁 谁在说话 蝶问 时间不多了 是心底的交心 只希望尽快将伤势压住 另一边蛇妖来到了一个荷花池 往水里一钻 再出来就已是人形 该说不说这小妖依旧迷人 赤叶老道也是虚伪 在必杀阵中暗藏生门 标榜自己连花盛心吗 可若他真的怜爱天下众生 又岂会在当年的两族大战中 将我妖族屠戮殆尽 结果下一秒他就埋怨不出来 伴随着蛇妖的惨叫 七天刺再也压制不住心魔 一旁的虎妖见状直接炸毛 七天刺 你现在看上去好可怕 你不是中邪了吧 画面一转回到密天宗内 师父 这么久都没有动静 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其他弟子听后也纷纷议论 表示是他自己非要进去的 真要出了事可怪不住我们 对了都到饭点了 我们也散了吧 突然天空一声乍响 七天刺闪亮登场 崇扇师叔赶忙扶了扶眼睛 这小伙 出来了 可这阵法怎么又毁了 而且比之前更严重了 七天刺一抬头也是一论 很明显他也不知道咋出来的 二师姐云娇表示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多谢云娇师姐关心 我关心的是阵法 你解释一下这是种的废事 不是去找破绽的吗 怎么又把阵给毁了 七天啊 我们花了七天七夜 才修复好了呀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师姐你听我给你练 阿呸 你听我给你解释 崇扇赶忙过来打圆场 我知道了 一定是弟子们修复的阵法 大有瑕疵 才如此经不起折腾 幸亏天赐你亲自入阵演练 不然等以后真遇着妖物 那麻烦可就大了 阵法毁了就毁了 再修复便是 倒是你们学艺不尽 差点埋下隐患 还不知反省 这次多亏了天赐 二师姐听后都硬了 拳头硬了 师叔你脸上怎么冒出这么多汗 化身蚊子精的变态蛇哭快回来 琢哈蛇妖的日常又开始了 哪来的蚊子精 我打 故事呢是将神滴 崇扇赐师叔生无可恋地躺在地上反思 我精心设计的绝妙阵法 一连毁了三次 到底是造的什么面 天赐你进入阵法许久找到破绽了吗 我正要向师叔说 此阵的破绽 乃是赤叶先尊 竟然和我猜得差不多 我的好师尊终究还是留了一手 原来赤叶先尊向来心善 总是对妖族网开一面 因此在阵法中留了身门 师兄在逆天宗创立之时 就因为斩妖阵与师尊闹过脾气 在师兄的再三强求下 师尊才把斩妖阵做成必杀阵 没想到师尊还是给小妖留了破绽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 自当年两足大战以来 人与妖已经势不了命 如此形势之下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 这破绽留不得了 二师姐焦焦表示 可找到了破绽也就算了 为何阵法碎得比之前更厉害了 你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 积天刺舌头意图表示自己入了独障 啥也不知道啊 但是恍惚中听到了师父的冰心句 我想应该是师尊出手了 阵法才会碎成那样 真是我的好托儿啊 二师姐依旧表示怀疑 可纯善师叔 已经想好如何拉自己的师兄垫背 没问题的话 都散了吧 积天刺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斩妖针为何会攻击我 难道是人脸识别错误 算了 还是别提这事 你脸牵连到小时酒和阿喵 纯善师叔用卑鄙的手段 威胁积天刺的师父出手 从对话中我们得知 他的师父是一个狠啊 且非常记恨妖怪的一个大老 所以他之所以要收 积天刺这个扮妖为徒 八成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宝宝 不要死啊 你死了我怎么活啊 蛇妖脑袋还在当机中 可见阵法崩碎的时候 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心理伤害 就在这时积天刺的人工呼吸 也快到了 卧槽 哪来的蚊子精 刚刚恢复一点神志的柳无心 迷迷糊糊的 本王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 脑袋现在是一片浆糊 方才我在莲池里正要破阵 臭到是突然发电把阵给炸了 害我被炸飞了好几丈远 我的小尸酒泪坏了吧 乖乖躺着 我去给你找些吃的 说到这里他想到了什么 回身用小木棍捅了捅地上的狐妖 还剩一口气 那就没问题了 这待遇真的是没水了 对了我要去给宝宝找吃的 阿妃你修整好就可以走了 这一脚下去不醒也得醒了 积天刺这个王八蛋 这家伙绝对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他身上肯定藏着很多秘密 我一定要找机会挖出来 狐妖 哪个宰主 叫老子 好久不见了 你这个 小妖我绝对没有背叛妖族 蛇妖翘着二郎腿讲话了 你曾是跟过我父王的救母 本该效忠于我 可自我从禁地出来之后 你便消失不见 如今你又和秘天宗弟子 私混在一起还敢讲辩 大王您听我讲辩 阿呸 你听我解释 当时人妖大战 妖族精锐全灭 妖族从此一蹶不振 我们这些小妖战后 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各自回家各找个妈 离开妖族军队之后 我是日日以类醒 之后更是化悲愤为食欲 却没想把自己吃到四百斤 一日我回家途中滚落山崖 因为长期暴影暴时 被卡在石缝中难以逃脱 刚好几天次路过救了我 我向来知恩图报 便留给他一尾座幸运 有危险可换我箱子 你这虎妖杀人无数 暗秘天宗的座牌 你必死无疑 那个呆子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 那都是误会 其实我从来都不杀生的 我还有吃素的习惯非常养生 柳无心听得拳头都一能 你的意思是 你吃素涨到四百斤吗 够了 我懒得听你这些废话 本王想知道的是 当初两幅大战的事情 可你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就 偏偏跟我玩失踪 独妖都下完了 大王息怒 我说 我说 其实当初活下来的不止我一个 还有一些同族没死 他们都被封印在 蜜天宗的镇妖山谷里 我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 就在独妖咚咚咚磕头的时候 几天次推门而入 宝宝 我回来了 好 阿妙你在干什么 补妖寻思了片刻回答道 我站累了 想跪一会儿 蛇妖这个气啊 刚问了一半 还没打听到镇妖谷在何处 这呆子怎么就回来了 地上梁 我去给你找张毯子 再继续跪吧 那我真是谢谢你 话说 床帘子怎么掉下来了 宝宝醒过来了吗 蛇妖一个战术性后退 糟了 是冲我来的 等等 怎么突然变不回去了 是那画形单有质量问题吗 就在几天次拉开床帘前的 0.001秒 柳无心终于变回了原形 宝宝 快看 我特地找崇善师叔要来的仙鹿草 大宝 就一根草 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宝宝 等我当上宗门圣子 宝宝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我都安排 柳无心心讲话了 到时候我要喝你们 蜜天宗门人的喜 还要吃你们的肉 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到 好可爱 我的宝宝怎么吃东西 都这么可爱 接着就是一顿轻轻 柳无心撑长脖子 对狗妖说道 今日知识 你要是敢说出去 你就死了 定 胡妖已经对这个大王无语了 大王居然有脸责怪 我和鸡天室私困 明明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一晃时间来到了凌晨 柳无心从内侧冒了出来 该出发了 得趁鸡天室没醒赶紧开溜 他小心翼翼地 想从鸡天室身上跨过去 却被熟睡的鸡天室 抓住了要害 十九 宝宝不许逃跑 疼得他一头栽进了对方的怀 胡妖迷里呼呼地睁开眼 啥动静啊 接着虎去一阵 平时大王和鸡天次玩得这么开朗 蛇妖被怨念化作的锁面 牢牢地困在这一方之地 咱就说这场景咋这么眼熟呢 故事呢是将婶低 话说被小道士揉念了一夜的柳无心 身心疲惫地跟着虎妖前往镇妖谷 当年那一战实在是惊心动魄 那时的妖族实力强盛 众多精锐更是战无不胜 所向披靡 可蜜天宗掌门赤叶 道横高深莫测 赤云山在他的庇佑下固若金汤 我们久攻不下 先王便令中妖抓住清凉城的百姓 一日杀十人 此季果然成功 激怒了密天宗 赤叶率众弟子下山与我们交战 等等 虎妖你最好重新组织下语言 我父王虽然杀法果乱 但形势向来是王者之风 怎么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逼迫赤叶出手 小的怎敢欺骗大王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不过当时先王为何下令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虎妖当年只是前锋密探 等他再回战场 使妖族大势一去 事业与先王同归于尽 幸存妖族被俘 古妖直接顿逃 才有了后面和积天赐相遇的故事 当然其中肯定有所隐瞒 柳无星听后并未全信 当年两族大战必有隐情 父王灰飞烟灭母亲下路不明 只希望这镇妖谷还有幸存的族人吗 不然镇妖谷封印一本 引出了密天宗训灵师正速的注意 但这架势柳无星要凶多吉少了 再说柳无星被面前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臭所经 就在他想让狐妖先退后的时候 狐妖已经先行一步闪现跑了 转瞬间无数怨念化作锁链将柳无星困住 这时积天赐感到 却只抓住了柳无星衣服的一脚 刚刚积天赐算到十九生命垂危 便立马赶过来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没有丝毫犹豫豫 积天赐立马给蛇妖真身传功 必须尽快助他将怨念排出体外 积天赐也借此机会 进入了柳无星身处的幻境 看着眼前我们熟悉的亭格 大家就知道要来国了 犀溜 你做你的 我戳我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互相伤害 妈爷 大王要被吃掉了 故事呢是将婶低 好了 就剩尾巴这一处没清理了 只是这个尾巴太长了点 就在积天赐努力为蛇妖排毒的时候 蛇妖也迷里呼呼地睁开了眼 并快速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这是族人给我的奖励吗 伴随着一阵西韵声 还有积天赐 伸进蛇妖体内的手指 就这样子一人一妖 同时一顿站立 变态啊 二人迅速拉开身位 并警惕地看着对方 你的变态舌控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等一下 第一我不叫变态 第二你的尾巴上 还有残存的妖气 我必须帮你清除完 尽快离开 一说你还来劲了 十九别跑了 我要给你疗伤啊 蛇妖一顿走位 此变态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那时给我疗伤吗 你那时插我身子 我死都不会让你碰我的尾巴 积天赐看了看 房梁上的大蛇 咱就说 你也不用爬到房梁上吧 你尾巴上的妖气 还未彻底清除 爬得太高当心掉下来 伴随着积天赐的延出法刺 一条大白蛇从天而降 你看我没骗你 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敢再碰一下我的尾巴 你就死定了 我都说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 要把手指伸进去 这时柳无星也发现了不对 这源源不断注入 身体里的妖力 咋这么熟悉 这是 我的妖力 十九 你这是 什么意思 神石以外 逃跑的双头阿喵又良心发现了 刚刚看到积天赐从路边跑过去 大王应该没事吧 找到了 等等 他们俩在干嘛 这是大王要杀积天赐 还是他们的一种新型玩法 再回到神石内 此刻积天赐的主角buff终于来了 看得柳无星摸不到头脑 他这是什么表情 只见积天赐此刻流着口水 抓着柳无星的尾巴 就将人往自己身边拽 积天赐 你想干什么 快放手 找到了 就是这块灵片 此处应该有掌声 而此时在狐妖阿喵的眼里是降子敌 挨压积天赐 你们没事真的谈 妈爷 大王要被吃掉